鸣鼓屋城不仅是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传统城堡 更是被指定为国家特别使基的历史瑰宝 建于1610年 此城堡由德川家康所下令建造 象征着江户幕府的创建与强大势力 鸣鼓屋城于官员会战后 标志着德川家族的权势及战胜的荣光 城堡的最大特色是位于屋顶正脊的金虎 这不仅是建筑的装饰 更成为名古屋城的象征 大天守是当时建筑面积最大的 而本丸玉殿的华丽和二之丸庭园的广阔 无一步展示着德川家族的豪华与实力 城墙的高竹也显示了其作为军事要塞的功能 从战国时代的柳之丸一城 到江户时代伟张德川家的居城 再到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变迁 明古屋城历经无数历史风波 1945年 城堡在二战中被烧毁 但战后逐步重建 将金虎和本丸等重要结构恢复原状 并于1994年开始本丸玉殿的重建工程 进一步恢复了其古代荣耀 现今的明古屋城不仅是日本的文化遗产 也是明古屋式的象征 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来此一探尊荣 城堡和其周边的绿地合并成为明城公园 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休闲场所 让人们可以在现代都市中感受到一丝历史的宁静与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